分手要不要挽回呢 覺得要立刻馬上的去挽回他嗎 錯 你覺得要死殘爛打嗎 錯 你覺得要一哭二鬧三上吊嗎 更是大錯特錯 不要來侮辱我的美 哈囉大家好 我是郭彈圈 歡迎來到這個禮拜的廢紙粉時間 這個禮拜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分手要不要挽回呢 當對方已經把你撩起來了 卻又不想要繼續跟你在一起 提出了分手 你覺得要立刻馬上的去挽回他嗎 錯 你覺得要死殘爛打嗎 錯 你覺得要一哭二鬧三上吊嗎 更是大錯特錯 不要來侮辱我的美 當你不了解呢 這個人到底為什麼要跟你分手 或者是為什麼要分得如此 堅決的時候 你就會陷入到一個無限回春當中 挽回對方不想 你就想不通繼續的去挽回 對方還是不想 陷入一個惡性的循環 提分手的人跟被提分手的人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被分手的那個 比較不能夠去適應呢 分手之後一個人的生活 像是提分手的人 他們很有可能是因為呢 疑情疊戀 他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 另外一個人的胸膛 這個時候呢 他有你沒你 其實根本就沒有差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呢 去提挽回 或者是要提複合呢 根本就是圓木求魚 被分手的人呢 常常會有一個錯誤的想像 他就會覺得說 對方對他還存有一絲絲的喜歡 就會開始展開挽回的一個公式 但是你去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個 你不太喜歡的人 對你呢 死殘爛打 不斷的追求你 你的感覺會是如何呢 那麼我們該要怎麼樣來判斷 該不該挽回呢 當對方不想跟你接觸的時候呢 你要再怎麼樣的一個挽回呢 是多於對對方來講是 不增壓力 其實最好的挽回就是 不要挽回 你要學著怎麼樣去放下去 尊重對方想要分手的心情 然後我自己分手的經驗來說 接或被分手的時候呢 當然心情是晴天平靡 不過呢 你要試著去想想看 為什麼兩個人 沒辦法在一起做錯了什麼事嗎 讓他覺得不開心 個性要磨合 哪些問題呢 是可以接下來繼續去溝通 如果都不是 那你就要確認一個問題就是 你到底還喜不喜歡我 那我獲得的資訊呢 跟對方的回答 的確沒有一開始這麼喜歡 確定這個問題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準備來放下 退步海闊天空 要當朋友 或者是重慶之後 不要再聯絡 你知道張志成跟謝何成 有唱過一首歌叫做 沒有你以後 有多久後座 沒人坐 沒人包著我 我們直接快展到最後一句 沒有你以後 我什麼都沒有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的喔 你在這一段感情過去之後呢 首先你會獲得 愛人與被愛的能力 第二個呢 失去愛會有遺憾 你經歷愛會有詭異 你必須要 讓自己能夠找到 重新愛的力量跟勇氣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廢止粉時間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喔 掰掰